大家好,我是葉菇 我是花菇 我是Guimi 我是梨菇 我是朱古拉 現在是雙筋湯本站 我們要準備掃街大食特製了 沒錯 我們剛才來到已經看到幾間很想吃 平時都是很多人排隊的 但今天又沒有人排隊 所以我們現在就準備事不宜遲 馬上GoGoGo 本影片是由幫你阻隔66%澱粉吸收 懶人言卡姐你卡路卡贊助 我們第一間來到雙筋Telamisu 這是Telamisu味的軟雪糕 它有白色和咖啡味 兩種味道 還有上面加了朱古力粉 想像中應該還原到真高 我這個是朱古力的布丁 我是奶茶味的布丁 本身這間店經常都大排長龍 但今天我們早來就可以直入了 幸運 我發現了一件事 他三個大叔都是不一樣的 是嗎? 他的命都不一樣 對 其實應該是三個大叔一起 一起 一起 但應該是Telamisu最厲害 對 因為他有一個空 而且店舖後面對著是有一個座位 今天可以坐下來 馬上試試吃 不是開玩笑 很美味 真的像Telamisu 咖啡味也很棒 它的咖啡味是香咖啡 好像全部都是白色咖啡色 再加朱古力粉 我叔叔是不能吃的 他寫著Do not eat 不要吃阿叔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我很好吃 但我覺得阿叔很可愛 送個貼紙給你 你可以貼紙給你 那些布邊是可以外賣 又或者馬上吃的 原來它的布甸頂是有碎碎的 你那個很漂亮 你看到嗎? 奶茶也有碎碎的 可以了 但他應該要嘗到整個味道 是要插到落底 好美 好酥 奶茶味的味道 真的沒試過 這個是Telamisu來的 是不是很貴 應該是布甸 布甸 很好吃 它不像布甸 好像Mousse上面 在Mousse 但下面 它真的是Telamisu 它把芝士加了點味 蛋糕是很香的 奶茶很香 比較濕 是少許濕 不是浸水出來的Telamisu 對 我覺得挺好吃的 如果它沒有那麼甜就完美 糟了我覺得不太甜 我覺得不太甜 不是很甜 奶茶是很配合和白芝士加了 如果大家可能吃不到那麼多 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Picka奶茶 我覺得奶茶很特別 奶茶很特別 很多東西都沒有吃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其他地方很少有 而且它真的是 還原到 Telamisu 好像Telamisu 冷凍後 做了一個型號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好 不是 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只會吃一個 食牆吃這個 帶回去吃 聰明 不然餵食 但我覺得如果喜歡吃巧克力 甜品的人 一定會很喜歡吃這個 很想吃這個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阿叔 他有原本的食物 很害怕 又到了我們善長人菇的時間 咦?花菇 你不是在減肥嗎? 為什麼你還可以瘋狂暴食呢? 哈哈哈哈 因為 Gumimi介紹給我這個 卡路卡 懶人煙卡啫喱給我 聽人說用家真人實測 吃了這個卡路卡啫喱 一個星期 沒有做運動 輕了一公斤 嘩! 今天糖就是瘦了 是不是很棒? 先介紹一下 不過 如果你配合簡單的運動 那個燃脂速度 是會快一倍的 花菇 這個你每天常 就可以吃一條 如果吃火鍋 吃放題前 就可以再吃多一條 那我們現在快點吃完 就快點去掃雞 好啊 好啊 嗯 嗯 小時候 不是有啫啫啫喱的提子味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 好像那個啫啫啫喱的味道 我不知道啫啫啫喱是什麼味道 但這個很好吃 哈哈 相信大家都知道 瘦身關鍵就是 7分飲食 3分運動 但是 不是每個放工回家 都可以抽到時間做運動 這個時候 就由飲食入手了 只要做得到減肥方程式 吸入熱量 少過燃燒熱量 就可以輕鬆減蟲 建議大家在餐前 吃一條 CarloCut Jelly 攝定光額啦 CarloCut有吸油海綿技術 超強的吸附力 在腸道裏面 將澱粉 油脂 糖分包起來 排出體外 不會影響食物裏面的營養吸收 只要做到減少吸收熱量 就可以養成二瘦體質 CarloCut內含美國專利 白腎豆摄取 是天然的澱粉阻隔劑 餐前吃一條 可以阻隔66%的澱粉吸收 同時出進甜食類產品代謝 減少脂肪堆積 以進食一碗白飯為例 正常白飯的熱量 會完全被攝取 但如果吃了CarloCut之後 只有三分一碗白飯熱量 會被身體攝取 以進食一千卡路里為例 吃了CarloCut之後 所阻隔的熱量 相等於慢跑1.5小時 以及打了羽毛球1.2小時 大家減重的時候 只要配合CarloCut 不用捱我 不用忍耗 可以輕鬆售價吃 那我不客氣了 特別適合 喜歡吃澱粉類主食的人 甜食愛好者 生同飲食人士 減重人士 產品在萬寧有售 現在CarloCut還在做買5送1優惠 只要在萬寧買5盒 將收據傳到WhatsApp 代理商品會免費送出1盒 直接寄到你家 在Infobox還可以拿20元的現金券 還等什麼 還快點行動 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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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了這個炸魚膏 是在後面的一間 叫做龍青的食店 我這個就是蝦味 我這個就是明太子 左手邊這個就是朱古力的沙甸魚味 這個是洋蔥 對呀 這個 其實它總共是軟種類 所以我們已經點了全部種類 いただ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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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蛋牙的嗎 咦? 我吃了耳朵 看一瓶魚 它是好吃的 但我覺得它的蛋牙感覺不足 是不蛋牙的 我覺得因為是這個形象 所以它不是蛋 是可能要薄的 我相信以後都是這麼大的蛋 蛋很好吃 因為它現在的邊邊 是燒到脆脆的 但是偏偏它白色的位置不夠大 吃菇啊 這家平時是要排隊的 我吃菇啊 它最特別是它的空 除了可以選空 或者是背 可以加錢買這個 是鬍皮的 我還沒有很多水色的 是很好吃的 是很好吃的 我們剛剛在這間 非常出美的雪拉圖的店 叫Stella 我們買了三個不同味的雪糕 其實是四個味 對 是四個味 它的特別之處 在於它下面是鬍皮 要加錢的 不過這個 加200日圓 加200日圓 很好吃 好像我這個 好美 好美 檸檬的味 裡面的那些 好美 夏威妍果仁 不過那個金吉 因為是 有焦糖 有一點苦苦的 我覺得是搭配的 會是嗎 它真的還有一些橙皮 真的嗎 還有一些橙皮 它還有一些橙皮 是真的 是很甘的 是嗎 我覺得是高級味 嗯 就是你不明白 哈哈哈 橙人太急了 雪糕 雪糕很滑 很香 很香 但其實我最喜歡的 就是最想試一下 這個皮 這個皮很好吃 嗯 很好吃 但是比我想像中 沒有那麼濕 它這個不是鬆皮 它是像春捲皮 春捲啊 春捲啊 因為它是實的 不是很香 它是脆脆的 很爆炸 它是硬的 就是好像 哦 是啊 就是春捲皮 有像 以前小時候去喝的時候 下面的雀巢 好像是有點像 嗯 但是很香 有味道 但比我想像中 沒有那麼好吃 嗯 可能是 因為它是硬的 對 對 但它是特別的 嗯 特別 但它是酥皮很飽 對 對 我 你怎麼會有 這麼大小 你怎麼會有這麼大小 我怎麼會有這麼大小 對 應該是因為我們吃了 減卡路里的關係 多吃一點也不怕 噢 哈哈 那你吃這個小粒吧 我吃這個 吃了嗎 吃了嗎 吃吧 嗯 嗯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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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有很多椒鹽 嗯 嗯 我喜歡那些重椒鹽味的海鮮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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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芝士塔好像很好吃 我們可以買兩個嗎 我吃完這個塔 超燙 裡面的芝士是超級軟的 真的 有沒有拔糖味 有一點 有一點 芝士塔這麼燙 對 有一點點乳酪味 在裡面 很輕很輕的芝士 真的 我幫你吃一口 外面是硬曲奇味 這麼大的口角 我覺得這間店的曲奇又好吃 有一點點酸 對 很輕鬆 開胃的芝士 會漏到爆 這間店是好吃的 但這間店是再好吃的 其實是刺激的感覺 但真的會漏的 對 但裡面很輕 而且我覺得芝士的份量 是再厚一點 所以咬下去是淡淡花開的感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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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掃完街買了手信 現在準備回到東京 再一次多謝我們今集的善長營菇 卡洛卡 有了它之後 我們兩個就可以越吃越收了 正如你 正如你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你高抬貴手 讚好訂閱留言 做會員看廣告 那我們就在下條影片再見 Goodbye